一星期一本书 一起来听 电视剧《何处是我家》里 韩如素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在外是某高校老师 工作体面 对内孝顺公婆体贴一家老小 可就是这么贤惠的一个女人 突然有一天 她的丈夫秦月却出轨了 秦月的亲弟弟问她哥 嫂子这么好 为什么还出轨啊 秦月怎么说的呢 她说 韩如素哪里都好 但就是太好了 反而不如她那样有情趣 我们常说 爱与付出是成正底的 你想要得到爱 就要先学会付出 但我们常常忽略了 很多时候 并不是你付出的越多 得到的就越多 相反 有些付出不仅得不到回报 还会适得其反 爱情和婚姻理由是 爱得多的人 往往先流眼泪 在乎多的人 往往头更低 要知道 单方面的付出太多 感情的天平 总有一天会失衡 有些事情 你做得越多 对方反而越不爱你 太贤惠 从不让男人操心出力 红黄说 中国女人的倒霉 全都是贤惠闹的 女人太勤快 包揽所有家务 男人就会越来越懒 女人太贤惠 家里家外 老人孩子都自己操心 男人就会逐渐变成 甩手掌柜 总之 女人如果事事操劳 久而久之 男人只会觉得 理所应当 当女人被家务 和琐事淹没 当男人从不曾体会 付出感 女人会越来越累 男人会慢慢嫌弃 女人的琐碎与油腻 甚至无趣 太省钱 从不舍得投资自己 女人勤俭持家 是好事 但是很多女人婚后 常常有一个通病 就是给爸妈 给老公 给孩子 都很舍得 唯独给自己 不舍得 从前喜欢的化妆品 不用了 留着给孩子买礼物吧 心仪的衣服 不买了 省下来 给老公买双鞋吧 女人总想着 自己在家的时间多 能凑合就凑合吧 凑合着凑合着 没了精致 变成了男人眼中的 黄脸婆 太在乎 患得患失 让男人觉得窒息 在乎一个人 会忍不住 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但太在乎一个人 就会患得患失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让你疑神疑鬼 女人如果把所有心力 都放在男人身上 就会在感情里 极度缺乏安全感 然而靠不断保证和承诺 换来的我爱你 往往是最没有保证的东西 没有人喜欢被束缚 哪怕是以爱之名 男人更是 你太在乎 太在意 想要太多 只会让男人越来越觉得窒息 想要逃离 太依赖 失去独立的能力 大热剧 《我的前半生理》 罗子军名牌大学高材生 曾经也算是个独立女性 可嫁人之后 因为太依赖陈俊生 太依赖爱情和婚姻的堡垒 不工作 也不闻窗外事 日渐被养成了石康曾描述的那种 像残废一样的中国女人 面容娇好 小鸟依人 对男人永远是一眼惺惺 一脸崇拜 女人一旦太依赖男人 失去了自己独立的能力和底气 就会慢慢和当初那个对等的男人 拉开差距 彼此再不是一个高度上的人 甚至会慢慢失去共同语言 从而被倦怠和厌烦 太卑微 一再失去自己的底线 爱情里有人犯错 就有人犯傻 犯傻的人 总以为退让和卑微 能换来珍惜和爱惜 但往往换来的 是对方的再一次犯错 伤害和舍弃 女人太过卑微的容忍 从来不会让男人感激你的大度 而是会让他们越来越得寸进尺的 试探你的底线 如果一个女人在一段感情里 越来越卑微 那么她就应该明白 爱情里的另一个人 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了 因为爱你的人 怎么舍得你卑微到尘埃里 太懂事 什么委屈都自己咽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懂事的女人没人疼 懂事的人都是善良又心软的人 他们很怕麻烦别人 明明很想有人关怀 却从不强求 明明很想有人分担 却从不要求 懂事的女人 总是把委屈自己咽下去 然后默默地扮演着 善解人意的角色 她懂很多人的言外之意 很多人却从不懂 她的欲言又止 慢慢地 甚至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 也会理所应当地认为 她不要紧的 她没关系的 她可以懂的 她能理解的 她会原谅的 伤害一个懂事的女人 成本太低 在一段感情中 每个女人都对另一半寄予希望 希望自己的爱 能换来深爱与疼宠 但是 不管你有多爱一个男人 都希望 你永远别爱得太满 做得太多 须知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一个人给的太多 就会失衡 要让彼此都参与进来 去付出 去感受 去经营 如此 方能长久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守候 希望你可以有所收获 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 那就乖乖的守护着你 相爱变成采集怀疑的烂游戏 归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 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 你是爱我的 就不怕有缝隙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墙 让一切归零在这身巨响 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 我不挣扎 反正我也没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